天气是渐渐热了 一旦人体内的温度失调 就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 而在中医的观点来看 中暑又分为阴暑和阳暑 两者成因有别 因此在处理的方式上也大不相同 现在让我们听听中医师的解暑妙方 持续进入5月虽然不到立下之际 但是外头已经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就连清温也跟着一路攀升 如果身体开始出现口渴头晕 甚至是不明的不舒适感 当心这可能是中暑前兆 但这时可千万别急着刮杀消暑 因为中暑其实还分成阴阳两种 在外面比如说我们说在外面跑的业务 是外面在工作的工地的工人们 他们就会容易有这种高温曝晒 太阳曝晒的一个阳暑的现象 另外一个阴暑会比较偏向于我们说的 就是在办公室的族群 内勤的这样的人员 大概可能就是进出冷气房 在这种温差的调节上 一时无法适应所导致的一些中暑的现象 阴阳两鼠有别在处理方式上也大不相同 如果是中阳鼠体内暑热过多 除了补充水分或小鼠茶饮 中医师也分享民间秘方 是用所谓的黑糖再加冰水 然后再加一些西瓜汁 把它搅搅搅搅搅搅搅在一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 他们外面有一些功能所提供的一些秘方 但若中的是过于趋热贪量所引起的阴暑 这时可就得换一个方式对症下药 用四层汤做一个身体上的照顾 那这个让我们的湿气可以去掉 热浪来袭医生提醒要预防阳暑或阴暑 最好的方式还是运动 除了能锻炼体能 还能加强体温调节能力 对环境冷热的耐受力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